好超私這個進口蛋的爭議 現在持續擴大延燒 還爆出說食藥署根本就不知道 這進口蛋的來源 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呢 更多重點把時間交給陳佑 回到現場 我們之前邀請到立委洪孟凱 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是大家早安 大家好 所以委員我們來看到 這次超私從巴西來進口雞蛋 那麼當然呢 農業部就有說 那你這個進口的廠商 他必須要在二十八天內 沒有爆發相關潛流感的疫情 然後呢 委員就向食藥署來詢問了 結果得到一紙公文就發現 原來食藥署根本不知道 這個蛋是從哪邊進口來的 是 我之前來在 對不起 在精確的講 他不是說這個進口的廠商 不能有潛流感 而是他的合約 其實寫得非常清楚 我們馬上把這個合約找出來 這合約裡面有很多貓膩的地方 其中呢 他就有提到 是來源牧場 什麼意思呢 就是可能進口的廠商 他會是在別的縣市 但是生產的牧場 就是說那個雞蛋 到底是從哪一個牧場生產的 這個字可能比較小 我就直接唸給大家聽 在合約的交貨履約的第二項裡面 有講來源牧場於蛋品輸入前 二十八天未發生新陳病 高病原性加勤流行性感冒 也就是所謂的勤流感 等等的相關病例才可以送貨 我簡單講 譬如說像臺灣高斯 他是進出口的貿易公司 他是超斯 所以說超斯他是在高雄 但是如果說他要進出口 臺灣的蛋品的話 臺灣的蛋有可能是在其他縣市 並不一定一定是在高雄來做生產的 也因此來源牧場非常重要 因為等於是說雞養在哪裡 雞蛋下在哪裡 那一個來源牧場在合約裡面 有清楚明白的規定 二十八天內不能有勤流感 那我們就想問那這樣子 到底他的巴西來源牧場在哪邊 因為大家要知道巴西其實蠻大的 而且他的來源牧場不確定 再者在之前 我們也跟大家踢爆過 就是在六月的時候 日本政府跟巴西政府 暫停進口巴西的蛋 其中就有兩個州 非常大的兩個州 也都是這個畜牧相關 集中的兩個州 因為那邊爆發了情流感 也因此日本政府就說 暫停進口這兩個州的生產雞蛋 所以我們講是說 這個來源牧場 有沒有可能就是日本暫停的這兩個州 來我們看一下食藥署 在昨天晚上九月七號 特別給我的一個公文回覆 居然寫的是說 通報專案進口的雞蛋 本屬本於全責查驗食品安全衛生 畜牧場的行政區 不是非屬申報事項 什麼意思 就是說呢 本屬他是要查驗產品的 食品安全衛生 但是畜牧場行政區 就是說這個雞蛋從哪邊生產的 不是進口商要申報的事項 那如果說進口商沒有申報的話 那不就代表我們食藥署 根本不知道嗎 也因此我們食藥署從頭到尾都只知道說 這批蛋是從巴西來 但是巴西的哪裡來 哪邊生產的食藥署完全不知情 因為進口商沒有申報 或者是說我們的食藥署 沒有要求進口商申報 那無論是哪一個 其實這就凸顯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掌握 巴西的這一批雞蛋 八千多萬顆的這一批雞蛋 到底是從巴西的哪一個生產 哪一個牧場裡面生產的 那就大有問題 如果說現在巴西 他國內都有禽流感的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掌握是哪一個牧場 你又怎麼能夠確認是說 當他在巴西的海關裝箱貨櫃的時候 他的這個蛋品來源牧場 二十八天內沒有發生禽流感的疾病 你連牧場在哪裡 你都不知道你怎麼能夠確定他二十八天內 沒有發生禽流感疾病 所以說一個謊 要用一百個謊來源 我們一直強調 我們一直在比對這個資料之後 發覺是說 是不是我們食藥署 當初大開方便之門 就告訴廠商說 你們不用告訴我們牧場在哪邊 你只要告訴我巴西兩個字 我就給你過關 因為你叫做超私 因為你就是專案合格認定的 因為你的合約都是量身打造的 所以我們可以高高舉起 可以輕輕放下 原本該問該查該追的全部都不追蹤 我們最後再說 其實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很多的國內的食品業者也會大大跳腳 因為我們的食藥署從來沒有那麼軟弱過 居然連生產的地點 製造商的地點都沒有要求的 如果說這些都沒有要求的話 那你到底還要求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會持續追 重點就是陳其中 重點就是食藥署衛福部 一定要出來跟國人說明清楚 你們如果都不知情的話 那真的是放水 兩大部會的放水 讓國人的食安陷入了危機之中 兩大部會難辭其咎 必須部長下臺辭職道歉負責 對啊 所以以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難怪他們都一直不敢公布 這些廠商到底在哪邊 那真的當初進口炭 有集成這樣子嗎 什麼資料都不用給嗎 那如果以現在這樣來看的話 是不是等於說可能國人真的吃下了 來自於疫區的蛋 因為我沒有辦法查 我真的還是要呼籲 大家都是科學說話 沒有錯 過去巴西的雞蛋 日本政府進口非常多 日本國內的進口蛋有高達八成 都是從巴西進口的 但是日本政府 他們是有嚴格把關的 他們在巴西五月爆發了第一例 跟第十三例的這個禽流感疫情的時候 日本政府就已經有注意到 並且在六月的時候暫停進口 巴西有兩個州的牧場 因為那兩個州相對禽流感比較嚴重 也因此那兩個州的牧場 所生產的雞蛋以及雞汁 日本政府是暫停進口的 那我們就要看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日本政府那個時候 六月暫停進口 那我們剛好回推回來 我們高斯公司進口巴西蛋 最大中是在什麼時候 目前所得知的資料到七月底為止 六月突然暴增到一千多萬顆 七月也一千多萬顆 所以兩個月的時間進來了 四五千萬顆的雞蛋 總共total也才會有八千多萬顆雞蛋 那我們就想講啊 陳吉仲前幾天不是還在媒體上面 很喜揚揚信誓旦旦講說 巴西的雞蛋是我們從日本手中搶過來的嗎 現在會不會演變根本不是用搶的 而是日本政府不要的雞蛋 我們反而去變成對方銷售的對象 這個不一定是禽流感的雞蛋 我必須要這樣說 但是他是在禽流感爆發的 比較嚴重的省 有可能他就是禽流感高風險的雞蛋 如果說有那麼高風險的雞蛋 我們食品安全衛生完全沒有把關 農委會農業部只要有雞蛋進來就可以 而放任一個貿易商進口雞蛋 然後我們的食藥署也完全沒有掌握說 這個雞蛋到底是從哪一個牧場生產的 這樣子根本就是形同虛設的這種邊界防疫 即便是食藥署有講是說我有來做檢驗 但是你檢驗沒有辦法逐科檢驗 你沒有辦法每一顆都檢驗 你只能分批抽驗 分批抽驗的結果就是難免會有漏網之魚 而最好的源頭管理根本沒有把關的時候 你完全忽略了合約的精神 我覺得這完全說不過去 事關國人的食品健康安全 而且最後我再補充一句 現在八千多萬顆雞蛋在哪裡 在你我可能已經毫不知情吃下肚了 因為這八千多萬顆雞蛋 是在七月底的時候已經到了台灣 並且如果說有他已經在市面上銷售 如果說真的銷售不出去 他可能也轉變成是食品的這種加工廠商 包括做一些雞蛋類的加工品 全部都已經製作消耗完畢 變成是你我所看不到的這些產品 而充斥在台灣的市場裡面了 如果說他真的是禽流感高風險的雞蛋 我們的食藥署我們的農業部 居然放任他進來到台灣 並且還變成是食品讓國人消費下去 這樣的政府你真的能夠相信嗎 是 好 我們今天謝謝保養人士 把關時間 謝謝 好 我們可以看到到底為什麼 現在連食藥署都不知道 真正的雞蛋的進口廠商到底在哪邊呢 農業部為什麼還不公布呢 這背後是不是還藏有更多的貓膩 那政府真的有替人民的食安把關嗎 你喜歡我們這一節的國會最新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還有? 有額外的消息 也是非常地我的 偏要的折扣 全部給你 小時候